原本落在去年举办的2020东京奥运会 因为新冠疫情无奈转延到今年 然而对于这项已经延期一年的 国际盛大体育赛事该不该举办 一直存有争议 根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 在一项民调中 有五个国家反对今年夏天举行东京奥运 其中日本有56%的人反对 英国和德国也有过半数的人反对举办 这项由国际咨询公司CATCNC进行的跨国民调 对象是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和瑞典 六国的18岁以上民众各亿千人 结果奥运主办国日本反对奥运举办声浪最高 其他四国的反对声音也超过赞成如期举办 只有美国反对和支持的比例各占33%